花蓮市再增加一座装置艺术 位在葱油丙街的复兴街以及正义街口 14号设置了一座大型的扭蛋机 事工所希望这里也可以成为排队美食 以及网红的打卡景点 筹备数个多月的扭蛋机 今天正式坐落在葱油丙街 粉红色机台搭配两只卡通玩偶 仿真的投币口以及扭转 视窗里排列着不同色者的扭蛋 这也让道场确认坐落位置的市长魏佳贤 有着想要投币扭蛋的冲动 在花蓮市葱油丙街是非常多观光客 假日必来的地方 那也必来这边来采买相关花蓮的美食 那我们在这里也重新打造一个新的 我们装置艺术 那我们扭蛋机器人 那在扭蛋机器人这个部分 可以看到我们做一个比较大型的扭蛋机 那也让更多的年轻朋友 未来可以来到花蓮市的时候 来做观光景点的打卡 复兴街是花蓮市区特色排队美食 以及网红打卡的景点路段 无论是人潮或车潮都非常热闹 魏佳贤表示 施工所未来也将会持续在适当地点 规划适合的装置艺术 为花蓮市区营造更多的打卡景点 记者刘明胜 花蓮市采访报道